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來小聊一下水 然後我會把所有小主題都擺在資訊欄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切 直接跳到你們想看的小主題的時間列 好 那先講人體有多少水 就是人體組成是多少水分 那通常是60到70% 但是因人而異 就是可能 如果你在這個當下 你身體是缺水的狀態 那你水分就會比較低 那也跟你的什麼體脂肪都有關係 你可能 假如你今天是一個很胖的人 那你體脂肪率可能50% 那就代表你身體有50% 有一半都是肥肉 那肥肉就不是水 對 你身體組成水分可能就沒有到60-70% 可能就50% 好 那來講一下 冰水跟溫水 要喝哪一個比較好 那冰水就 也包含冷水 我們就假設 低於體溫的 都算是冷水冰水 高於體溫的都算是溫水 不要去喝熱水 熱水會燙到 好那先講溫水 什麼時候喝 就是在你冷的時候喝 因為它是高於你體溫的 所以你喝進來 基本上它就是會產生一個放熱反應 那它放出了熱你的身體就會吸收 所以你就會覺得比較舒服 就不會那麼冷 那也因為這樣 你喝冰水跟冷水的時候 它低於體溫 所以你喝進來 它那些水是有一個 吸熱反應的 那它吸的熱基本上就是你身體的熱 所以你身體的熱會被吸過去 你的體溫就會下降 但是人是很溫動物 所以你身體又會想辦法 讓你的體溫維持住 所以這時候身體就會消耗 額外的能量來產生熱 讓身體能維持一定的體溫 喔這就剛好可以銜接到下一個主題 為什麼喝水可以增加代謝 也就是消耗比較多熱量 就是因為這樣 但是只限喝冰水冷水 就低於體溫的水 因為你身體要產生熱 去彌補 那些 冰水冷水 吸掉的熱 所以你這時候就會 消耗更多 能量 也就是消耗更多熱量 這裡就為什麼 有些人說 喝水可以增加代謝 就是這裡 但是 不喝水也會消耗更多熱量 就 能量 好 我們這裡就 假設能量跟熱量是同一個東西 那我影片後段會跟你們講 為什麼不喝水也會消耗更多熱量 好 再講 水中毒 基本上水中毒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水中毒就是你短時間內喝太多水 然後讓你血液中的鈉離子 濃度下降 就是低血鈉症 那就會產生一些 有的沒有的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就會 覺得不舒服 就水中毒 但為什麼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 你如果喝水 你喝太多了 你基本上會 水可能還沒排下去 還卡在胃 那你的胃就會被 水弄得 就是很重 就都是水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你就不會再喝下去 就不會產生水中毒 那水中毒 比較容易什麼時候發生呢 剛好又銜接到下一個主題 運動要喝多少水 基本上 運動就是 運動前喝一點 啊不要喝太飽 然後 不管做什麼運動 你都不要 馬上喝完 就馬上運動 因為你馬上喝完你的水 還沒有那麼快下去 但是水已經是 人體吸收最快的 一種 會放進嘴巴的東西 就是對 就是食物 水 那就是水最快嘛 那水基本上就是 進去之後 他在胃 他會馬上 下去 小腸 那但是他在胃 到小腸 要時間 就是你 從 從這裡開始 你這樣一直下去 再下去 要時間 分 一人而已 通常都 一兩分鐘就 下去了 那你 等他下去之後 你再運動 不然他 水可能還在胃 然後你就運動 你可能做大重量 或是跑步什麼 你就會覺得胃裡這個水在 搖擺 你就會覺得不舒服 那 剛剛的水中毒 在這裡就可以講到 你如果 可能 你運動中 運動了半小時 你都沒有喝水 那你剛好就運動完了 你就 好渴 然後你就馬上灌水 那這時候就有可能水中毒了 因為你這時候灌水是你身體 跟你講說 我很需要水 我很需要水 我要 馬上攝取水 如果你這時候 大量灌水 你的水 可能就 全部都卡在胃裡面 然後你的胃就 全部都是水 但是你的身體還沒有釋放訊息 跟你講說 喔好有水了 你就不用再狂灌水了 因為你的水要到你的小腸 吸收之後你的身體 才會跟你講 好 我沒有水了 不用狂灌水了 那這時候 你如果還沒等他身體 吸收水傳送訊息 跟你講 不用狂灌水的時候 就已經先灌一堆水了 你就很有可能 會有滴血納症 因為你這時候灌滿水了 他再慢慢下去 慢慢下去 慢慢下去 他可能下去一半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已經夠了 再多一點就開始 滴血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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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有可能水中毒 但是基本上還是不太可能發生 我這裡給你一個解決方案就是 如果運動了半小時 你都沒有喝水 你這時候超渴 你不要灌水 你喝一口 停個一兩分鐘 讓那個水 跑到小腸 然後你再繼續喝 那再繼續喝喝多少呢 基本上就是喝到你 身體覺得 舒服 不要覺得不舒服 那等那一兩分鐘的原因就是 讓你的身體知道 有水的來源了 你就不會狂灌水 就不會產生低血納症等等的 好 再來講便祕 便祕就是 我們這裡講 跟水分有關的便祕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 排泄物 在你的大腸裡面 那大腸又有吸收水分的功能 他可能把你排泄物水分吸乾了 你吸乾了就會 就會比較難移動嘛 對 所以就會便祕 那解決方案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喝水 他水最後 經過小腸 然後到大腸 然後 滋潤了之後 他就會比較好移動 那如果你有便祕你可能是水喝不夠 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好 再來講 身體如何產生水 對 你們有聽錯 我們的身體會產生水 那我會把整個反應機構放在資訊欄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下去看 但是我這裡 直接跟你們講懶人包 基本上就是 細胞呼吸 他會把葡萄糖跟氧氣當成 粗食物 反應 一系列反應最後 產生 水分子 對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不喝水 不會死掉 不是有人說什麼 飯可以一天不吃 不會怎麼樣 水一天不喝就會死掉 還有他們說什麼 三天不喝就會死掉 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除非你沒有 可以反應產生水的粗食物 你才會死掉 那基本上 現代人都會有 因為我們都 儲存過度的 資源 不像以前人 可能沒有食物 就沒有什麼 沒有冬沒有溪 就 沒有辦法隨時 挨餓 可能一個禮拜就死掉 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人都是 身體都儲存很多 有過多的能量 所以就不用擔心 好那這裡可以講到 Dry Fasting Dry Fasting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 斷食法 不是間接性斷食 也不是什麼 輕斷食 它就是斷食 然後完全不喝水 這裡又分兩種 叫什麼 好像叫什麼 Hard Dry Fasting 跟Soft Dry Fasting 它兩個都是不能喝水 但是Hard Dry是 你連 碰水都不能碰 所以你等於尿尿後 不能洗手啊 在斷食的時候 你那天又不能洗澡 這樣子 對 我不建議這樣做 但是我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講到這個就是跟你們講 如果這樣做了 不會死掉 因為 身體可以產生水 好那我這樣做過 我做過兩次 第一次我嘗試了 48小時的 不喝水 但是有碰水 啊 我只是想記錄 就是身體狀況 還有什麼 心理 狀況的 感覺 對我想紀錄 做個實驗而已 那第二次我是 不碰水的 24小時 也不喝水 那這兩個時候 也都是斷食的狀態 對 那結論就是 不喝水 不吃東西 兩天是不會死的 我啦 因為你看我現在就在這邊 跟你們講水的東西 但是你們不要去死 因為 好那再講一下為什麼 我當初要這樣 最主要因為它有幾個好處 斷食本身就已經有好處了嘛 就是 消耗體脂肪 那你斷的夠久 就會產生 Otophagy 就會消耗 不要的老舊細胞 那 基本上 不喝水斷食法 就是要最大化 身體回收 老舊細胞的 一個 方式 對我當初就想這樣試試看 所以我就試了 喔而且 你這時候身體會在一個 非常舒服的狀態 因為你身體會用 體脂肪 然後把它轉成 銅體 就是一個 很純的能量來源 然後你水又是很純的 因為是你身體 自己製造的 水分子 不像你喝水 還會可能有 雜質啊 什麼的 基本上我們喝的水 都不會是 純的水分子 好 講了這麼多 那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呢 你們看網路上有什麼 公式啊 什麼 體重乘餘多少 還有什麼 每隔幾小時要喝多少水 不要 那個 基本上你們喝水就是 渴了就喝 不渴就不要喝 因為你渴 你身體需要水的時候 他就會釋放訊息跟你講說 要水 然後你就會渴 你就會去喝水 你身體不需要水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想 喔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因為你不會渴 除非是你 因為 我剛剛講的那個 網路上 錯誤的資訊 導致你 可能 一小時沒喝水 你就想 啊我一小時沒喝水了 雖然我不渴但是我趕快還喝一口 這樣子 對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 水喝多了 在你身體沒有那麼需要水 不缺水的狀態下 你喝水 基本上就是變成 尿液排出去而已 這也就是為什麼你 一直喝水 就會一直尿尿 就是要排掉多餘的水分嘛 你身體不需要那麼多的水分 那你一直灌 他就只好排掉 對 所以就是 渴就喝 不渴就不要喝 那 你會想 欸 可是我 一整天都不會渴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只有 只有吃東西都不用喝水 也不會渴 那就是你 你吃的食物已經有給你 足夠的水分了 因為食物裡面也會有水 你看像水果 可能 這個水果 可能 九成都是水 那你 吃他 你是不是等於 10%的能量 他增加 90%都是水 那你是不是等於也喝到水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 記得訂閱按讚 然後不要去嘗試 不喝水的斷食法 哦